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圣诞新年假之后会没有什么人 谁知都是有人在拍照打卡 一条脑子走来拍太阳花向日葵 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我都习惯了 为了拍好东西给大家看 更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也做得出 话说在Santro Banna商场后面 正正有一个太阳花的公园 给大家拍照打卡 不是新事物 但我现在才有时间去 应该说我尽量避免多人的日子 才可以塌塌塌去 希望不要被人见到 但现场其实都有不少人 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人比花嬌之外 更加可以感受到友谊的珍贵 这位女士为了帮个朋友拍照 站高蹲下什么都做齐 真是辛苦他了 这些就是友情 大热天时阳光普照 为了帮个朋友拍照 不禁挑战紫外光线 曬黑都不要紧 为了朋友没所谓 其实每年到时到后 泰国总有一些地方 有这些向入葵给大家看 但那里曼谷 现在还有更容易去的 就一定是Santro Banna 这一道 话说话 刚才这女士救了我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她的出现 影片你会看到吗 就看到我在这里 啊啊啊啊 你想不想看 你也不想看 我也不想拍 但她们在这里 影片就会看回一点 若然住在这里的朋友想看 都可以把握时机 直到9号 9号前都还可以看 但必须要留意花的东西 要看天 看天造花 阳光好 那便灿烂 阳光不好 那便灿烂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每一会儿 一会儿来到 咦 这样 就在这里 中伏了 大家必须要留意 反正一场来到 整吞办 那不如再更新一件事 话说这两个地方 当年很多香港游客 都特意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要湿身 听清楚是湿身 整湿的身 而不是那样东西 就是在这个楼上 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 都有情意结 狠狠狠之前写旅书 曾经来采访过 而之前的 冲游泰国 亦都来采访过 没错 就是这个 在大厦顶楼的 水上乐园 知道这个 当年泰国第一个 天堂上的水上乐园 更健在 还有开 我心里都安乐一点 但是对于新的网友和观众来说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不知道 不要紧要 给大家看看旧片 旧片 旧片 大家看看 正如刚才所说 这个就不是新事物 已经有了很久 不过几年前 曾经翻新 改了名字 整个之后 环境更好 有了更衣室 而且里面的水上活动 都可以多 当然 当然不及得香港的海洋公园 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商场顶楼 商场顶楼 有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此时此刻 在泰国曼谷 有好几个商场顶楼 都有这些水上乐园 这个最为出名 佳欣 有滑水梯 是拖你出去马路 没错 是拖你出去马路 大家一会看到 在上面玩 都有一种惊心动怕的感觉 疫情之前 真的有些香港游客走来玩的 因为觉得有趣 过瘾 玩一下玩一下 又半天了 然后逛逛商场 吃一下东西 又一天了 都有趣的 够了地道 入场费方面 sorry 我不太记得 但一点都不贵 是一点都不贵 因为本地人都可以消费 本地人都去消费 所以贵极有个店 而刚才说过 有滑水梯 拖你出去马路 是哪一条 大家即将会见到 就是这一条 其实 所谓拖你出去马路 在上面 第三者的眼光 看上去 是惊心动怕的 但当你自身其中 看不到马路 只是高处滑下 但在其他人眼中 看上去 其实都过瘾 那个视觉效果 都真是惊心动怕 吓起一跳 但放心 力学原理方面 大家计算过 所以这么久 就真是没试过 一个不过意 一声飞了到街 跌了到地 就没出现过 虽然今次我懒了 没有进去亲身採访 只不过拿回旧照片 给大家看 但起码知道 这里没有收拾到粒 和开放 只不过 现在这只Omicron 耐势空空 遲些这里会不会关闭 又会不会不让大家玩碎 真是不知道 怎样都好 没关系 看了当去 无论向入攜太阳花也好 或是水上乐园也好 大家看了当去 希望下次大家来的时候 就可以亲身体验